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这是一个有罪的世界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会彼此伤害 没有谁比谁更好 这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的事实 如果有错误的认识 会造成错误的期待 就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许多时候我们期待着这世界是完美的 所以也会要求自己是完美的 这会造成我们没有预备好自己的心 去面对伤害的世界 当伤害来临的时候 我们会不知所措 无法应对 所以可以看见 当意外的生理死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人会陷入极度的忧郁 长期无法自拔 这时候会怨天尤人 愤怒 不饶恕 苦毒 怨恨 都在心里形成 外面的伤害是伤害 但是这些在心中形成的黑暗 是一个更大的伤害 这时候的自己很容易成为一个加害者 去伤害别人 如果去伤害了别人 或许心中又会觉得良心不安 有罪恶感 如果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看见自己这副德行 会更加的无法接受 我们无法接受别人的错发生在我们身上 也无法接受自己做错的事 看清楚了吗 人是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 恶性循环的漩涡里 绕着转着 无法走出来 其实这种现象就是世人所谓的人性 而从圣经的角度就是人的罪 在里面所造成的 这是亚当的基因 在我们里面 人很自然的就顺着他走 很难去刹车 更是无法自觉 这是最可怕的 因为如果你有感觉 或许还知道怎样去刹车 从这里面走出来 但问题是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 就顺着他走了 耶稣来到世上 就是要把我们从这黑暗的漩涡里救出来 神的指显现出来 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就是在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有罪的世界 要认清楚 不要有错误的期待 耶稣说 学生不能高过老师 如果老师都是这样被对待 那么你们就不要期待 你们会被好的对待 甚至耶稣告诉我们 因为你们不属世界 所以世界会恨你们 所以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世界是会恨我们的 没有错误的期待 就可以把外在的伤害降到最低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 又告诉我们 他已经为我们负了罪的代价 所以我们过去所犯的错 都已经被赦免了 天父已经饶恕我们了 所以我们良心的亏欠 已经用他的血洗去了 我们不需要再觉得良心不安 被良心控告 被定罪了 他的十字架又在告诉我们 我们既然这样被爱 所以我们也要去爱人 我们既然这样被饶恕 所以我们也要去饶恕人 饶恕人是唯一可以医治伤害的方法 只有耶稣的十字架才有办法 把我们从这样黑暗的漩涡里救出来 耶稣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本来我们几乎要被黑暗 伤害 罪恶 整个吞灭了 但是耶稣把我们从这里面救出来 只要我们愿意跟随祂的话 这是一个有罪的世界 所以神使用的人不会有一个是完全的人 除了耶稣是神的儿子 道成肉身成为人子 是完全的之外 其余的我们都是不完全的 都是罪人 但是神就使用我们 摩西杀过人 大卫犯过淫乱也杀过人 耶稣的门徒马太是瑞利 使徒保罗也逼迫过耶稣的跟随者 如果这些人被过去所犯了错困住的话 他们就无法被神使用 感谢神 他们勇敢地走出来了 神也大大的使用他们 他们成为对世界有影响力的人 往事不堪回首 不管是别人的错 对自己所造成的伤害 每当回忆时都是一个很深的痛 或是自己对别人的伤害 以至于良心日夜的控告 一个是在仇恨 不原谅人的囚劳 一个是在定罪 不原谅自己的囚劳 人真的很可怜 耶稣要我们得到安息 心灵不要这样的折磨 唯有耶稣的十字架 可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因为耶稣的死 让我们得到天父的赦免 天父原谅了我们 我们为什么还不原谅自己 天父原谅了我们 为什么我们还不原谅别人 耶稣的十字架 天父的饶恕 神的爱 这是我们去原谅自己 原谅别人的基础 如果把这个真理弄清楚了 我们就会放手 当我们放手的时候 我们就自由了 过去就这样过去了 我们就让过去的过去了吧 前面还有好长的路要走 神还要使用我们来为他发光发热 使徒保罗说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让我们效法保罗的榜样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